我刚开始来上厨几半的时候是因为我的这一只 我的这一只左腿的这只脚 因为我 因为我 我是谷布生产 三胎都是谷布生产 那当时谷布生产的时候他 打个麻醉要是这么大字 然后他放在那个人骨那边 之后呢 我只要什么 之后呢 那个后座要就是 我只要是 我只要是 要 要翻身的时候 我在床上平衡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起来 要翻身的时候也很困难 也很困难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后遗症的部分 那我很幸运的我来到学初级翻的时候呢 那我遇到了指贞老师 那那时候老师就赶快跟我说 我跟他说我这只讲话 只要是冬天 冬天因为冬天到的时候学育学环不好 我就没有办法 我一定 做我的时候啊 站上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稍微 稍微站一下子 我没有办法这样子行走 没有办法马上就行走 所以那时候 我只是老师跟我调了 那时候三天 连续三天 我们都是上初级班的时候 那调了之后 回去的时候 再加上我觉得 当时我开了血针 我就觉得我打光了认多恶乱 那回去之后呢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那个气流 整个什么 整个都是通了 气流整个都是通了 所以呢 我觉得我就相信的时候 我就相信了长生学 因为我们之前都听到 这个宇宙能量是什么 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从那一次初级班我上的时候 改善了我上 才上了这一支 这一支 长久以来 长久以来 大概我三十多岁之后 到现在 长久以来就是 这一支嘴就是一直没有办法 虽然我是一个养健康 没有什么样的毛病 可是就是 常常就是会麻 那经过我们在长生学 然后再来 有一次我坐车的时候 我一次我坐车的时候 晕车了 看手机 晕车了 然后我就想到 我就想到 赶快静下心来 然后呢 手呢 放在我们的气的穴道 然后放在什么 放在我这边 放在我这边位的时候 一下子 调气的时候 调下来的时候 我发觉 发觉那个晕车的那个 想要吐的那种感觉 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那前几天 前几天 因为可能工作上面太忙了 那我在这个头部这一边啊 就会那个发出讯息 发麻 发麻 然后来到这边跟师兄讲 说我这边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发麻 没有办法 结果那个师兄呢 帮我调了一下 要师兄帮我调了一下 那调了两次 两次整个 整个的气流就顺畅了 所以其实我蛮坚信 长生血它可以带来给我们 什么 带来给我们整个身体上面 如果你有哪里不舒服 你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我都可以什么 我都可以自己调整 随时随地 我不用受限什么 我不用吃药 我不用打针 我只要什么 我只要心调气调得好 人呢静下来 然后呢你哪边 像我 如果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这个头有时候常常就是什么 常常更连之后 就会常常有一些 可能就是有假线的高血压 那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就是我的双手 现在我的双手 我长生的就是这个双手 这个双手 我就直接呢 按在什么 按在我的头部上面 按在我头部上面 然后就这样子 慢慢慢慢的 而且非常好睡觉 所以我学了之后 我就觉得真的 不管是什么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还是你身体有怎么样的 有不舒服 都可以透过什么 都可以透过我们这个 我们所学的这样子一门功夫 除了我们可以自我保健之外 我们还可以什么 我们还可以帮忙别人 我们还可以帮忙别人 其实你在帮忙别人 同时 同时之余 我觉得你是在增加你的什么 增加你的功力 增加你的功力 这好像是在学功夫一样 你知道 那个内功啊 你如果越调整自己的话 晚上进下西团半个小时 你调整 你调整的话 其实我跟你说 你的内功啊 会增加 你的内功力的内功会增加 那之前我常常也是 常常我就这样 是发功 我不知道做不对 这样双手 我就觉得那个气流 你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那个气流 气流这样子左右左右 就是会相通 会相通 所以我非常相信 我非常相信 我非常相信 两位老师真的是很辛苦的 无私的奉献 无私的奉献 所以呢 我们学着这样子的